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Google进军这一领域只是时间问题,消息人士今天向科技博客网站TechCrunch爆料称,Google将推出一款新平台,利用其日趋强大的云服务,进军电子商务领域。 据悉,Google的新电子商务平台,名为Helpout,正在公司内部进行测试,使个人以及各类企业能利用直播视频买卖服务。 上述消息人士称,Helpout能以实时和计划两种方式,连接买卖双方,是卖家能创建自己的档案,利用信誉管理、支付等功能。 Helpout还向消费者提供强大的搜索和发现工具。 Helpout将利用Google的Hineout服务通过直播视频提供服务。 Helpout未来可能与虚拟钱包和支付服务Google Wallet整合。 据悉,Google从6月份开始在内部对Helpout进行测试,公开发布还需要至少一个月时间。 消息人士称,Helpout将覆盖多种产品和服务,其中包括计算机、教育、食品、保健、修理服务等。 在内部测试中,Google与多个品牌进行了合作,其中包括One Medical Group,Sears, Weight Watchers和Alliance Francis发布之初。 Helpout还将包括个人商户和专业人士,例如瑜伽教练和健身教练。 Google希望利用Helpout消除部分服务的传统障碍。 例如,利用Helpout身在阿根廷的西班牙语老师,能教日本学生学习西班牙语。 纽约的瑜伽教练,能教授环俄明州的家庭主妇,学习瑜伽。 Google已经开始重视产品间的协作。 例如,人们可以将Helpout视作是Google核心的搜索和广告业务的扩展。 客户可以与零售商或制造商沟通,获得有关产品购买或使用方面的建议。 Helpout甚至可以与YouTube协作,向客户播放视频,甚至与Google Class协作。 据悉,Google一直在极其秘密地开发Helpout。 最初时没有几名员工,知道公司在开发Helpout。 过去一年有一支,有20多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,参与了Helpout的开发。